我們中央組織部要做的就是說 他要啟動新計劃 然後是地方重擊小草的晉級 然後計劃什麼呢 用小草去掃街 然後去寧靜的舉牌 然後去路口 站路口 用肥皂箱宣講的方式 這個是中央黨部下的命 而且公開要求 所以這個已經確定要辦了 看起來就是確定要辦 然後我就覺得 不是啊 就是你這樣子舉牌 然後讓民眾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不是大家不知道 大家全部人都知道 所有的政論節目 所有的報紙 一天二十小時 基本上都是在報柯文哲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 柯文哲公開裡面的事實 跟一些案情的內容 你這樣子去舉牌 並不會對你這個政黨 得到任何加分的效果 也不會對一些其他人 對柯文哲的同情分有 勉強可能有一點同情分的效果 但是同情又怎麼樣 就是沒有辦法去影響司法 或檢調偵辦的結果 我反倒認為你其實現在 你中央組織部或者是黨部 你要趕快弄一個法律小組 因為接下來這兩個月 會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確定 就是柯文哲的起訴書會出來 請問柯文哲的起訴書出來 你是等起訴書出來 然後才召集法律專家 我們來研究一下 哪一條怎麼辦 我們來解決嗎 還是我們根據這兩個月 檢調偵辦的狀況 然後去檢討 有可能起訴書裡面會寫什麼 會不會起訴書裡面寫 比如說什麼陳銀柱200 這些錢都沒有捐到我們黨部的 這個政經驗帳戶 那我們要怎麼對外解釋 你是不是要趕快的做起 危機處理小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把所有的支持者 現在冬天又到了 叫他們去上街頭 然後站掃街 舉牌 然後這個寧靜的這個肥皂箱講 不是 你們中央的管理階層 要負點責任 这些事情你摸着你的良心讲 你觉得这件事情有任何的 很大的帮助吗 我觉得没有 我刚刚讲的可能还比较有 就是说你这个检察官的起诉出来 你赶快去做因应 你赶快去做讨论 你赶快去中央就要讨论 你要是主席会被继续严压 就是因为起诉之后 那个被告还是可以被压 或者是被交保放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因应 那个交保金是100 200还是5000 1000万这种天价的数字 你应该有一个因应的小组 应该去讨论这些事情 而不是把焦点再放在大家 把小草交去街头那边举牌 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实质的效应 会有同情分 但是没有对司法有任何的这个帮助 我觉得 可是这就是曼德拉路线啊 曼德拉做普遥做三四十年 对不对 他可能也许他就想走这个 因为这个路线是当初 这个民众党的立委他们所定调的吧 那我看党中好像也是延续这个路线 还是说其实就干脆 不要解释就是继续坐牢 一直做到积压期五年满 我觉得你 但这个策略风险很大 对啊 所以我 一般也不太会用这个策略 所以他把抢救柯文哲这件事 变成一个竞选活动 然后我是认为这件事情的风险非常非常高 就是真的第一个就没有帮助 第二个就是情绪的操弄而已 然后我觉得对于实质的司法 你反而没有影响的程度 就是竟然进入检调 竟然进入司法 那就是司法对司法 我们就是来解释 这些钱到底怎么回事 跟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 比如说贪污徒利的意图 或者是你硬要做这些 都省会的连结 那我们都省会是公开 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结果 你把这些论述 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这已经进入司法 那司法还有一省二省三省 还很久 然后你这些人 请问要站到什么时候 站到他出来吗 万一真的被剪掉 延压然后起诉的时候 还不出来 那你要站一辈子吗 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那你就是没有通盘去思考 这些内容 这些活动对于民众党的未来 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民众党未来跟柯文哲 你把它变成绑在一起了 但是柯文哲又说 他不是一人政党 然后他进去之前也讲说 大家就做自己日常应该要做的事 我觉得这句话留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们现在这些 不知道中央的人也没有照做 还把这些小草一直抠出来 然后办了两个月的各地的开讲 然后效果我觉得 并没有那么的显著的情况下 我真的觉得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 那只能有赖我们这次 中央委会改选的时候 再看来 再看有没有人要进去中央 去把这件事讲清楚 所以历久讲到的关键 中央党主席改不改选是一回事 但中央委员肯定要改选 那在党主席不在的时候 中央委员就是决策的真正的一个部分 对 没错 所以这可能是民众党成立以来 第一次出现一个 在没有柯文哲的情况之下 中央委员可能可以真正做主的状况 因为已经离开好几批中央委员都说 你都把我们当橡皮图章 光这个已经不知道几批人讲了 那好 里面有关键人物蔡壁鲁 蔡壁鲁今天也被约谈了 来 导播放人看一下 那今天谈了五个小时 包括民众党的前秘书长张哲阳 张哲阳好像是第一任对不对 对 我们一开始2019到2020的秘书长 那当然这个都跟蔡壁鲁算是比较熟势 因为当时创党就是他们去努力的嘛 那被谈了五个小时之后请回 可是因为毕竟嘛 案件不公开 所以在禁检放出消息之前 我们也不知道蔡壁鲁被约谈什么 但我还是要这次谴责一次 禁检只要存在了一天 台湾司法就进家后病房躺一天 那同时蔡壁鲁被约谈之外 还有一个人也被约谈 是谁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陈佩琪也被约谈 我来看一下这个早上 陈佩琪被约谈的一个画面 来 有人陪上 不能今天来出镇吗 我在撵吗 我觉得很眼熟 今天陈佩琪双手插口袋 是因为冷还是因为防备姿势 西装的应该是绿巿 绿巿蓝 女生不确定 但女生怎么感觉看着 有点面熟 对 非常面熟 好吧 那其实从这样来看 简调很明显的方向 对 又再扩大一圈了 因为陈佩琪 说错了 陈佩琪当然应该是这样说啦 我更正一下 陈佩琪所涉及的是现在进行事 但是蔡碧琪所涉及的是2019年以前的事情 因为蔡碧琪2019年就离开了市府到了党部 对 从这样来看 你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减掉一些方向在改变 我觉得现在变成要查这个审庆金 就是主菜要来征掉 征办的这个主菜要上了 因为前面两个月后面就是在查这个档案上面的金流嘛 所以约谈了很多大咖 大家就确认了金流 接下来就是看到这个主菜 最大的数字1500 这些东西到底是一次给分批给 还是有这个不同的时间给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开始约谈跟这件事情有相关 比如说蔡碧琪那时候有被这个议员爆料说 这个沈庆金说这个碧琪的薪水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减掉今天约谈的这几个 包括碧琪 包括这是昨天嘛 碧琪跟这个我们的前秘书长张哲阳 应该是在确认在台北市府期间 沈庆金跟台北市长接触的一个状况 来证实他们确实有密集接触 我觉得应该是去证实这件事情 它添加五种EGF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敷屏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录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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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